什么是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并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 中国对于实现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并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有何重大战略意义 近日在网上比较引起轰动的一则新闻 中国科学家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公关 突破了自然光合固态固氮系统利用太阳能反应速度缓慢的局限 并且突破了天然蛋白质植物合成的时空限制 这在国际上也是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 并且创造了22秒工业化一部生物合成蛋白质 并获得率最高85%的世界奇迹 而且中国此次在这一领域的突破 也已经形成了具有万吨级工业生产的能力 这在世界上都是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并且随着在这一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在一碳生物合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全球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 并已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 这一举措突破了天然蛋白质植物合成的时空限制 极大的弥补了中国农业最大短板 四用蛋白对外依存度过高 提供了国之利器 同时对促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 并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在完全人工条件下 利用天然存在的一氧化碳和蛋元大规模生物合成蛋白质 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长期以来 这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 和对生命现象认知的革命性前沿科学技术 那么这个项目取得的巨大突破 对中国有何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 该项研究主要是以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工业尾气和氨水为主要原料 从而能无中生有地制造新型饲料蛋白资源以纯缩菌蛋白 将无机的氮和碳转换为有机的氮和碳 实现了从零到一的自主创新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次 以工业化生产1000万吨以纯缩菌蛋白剂 相当于2800万吨进口大豆的量 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非传统动植物资源生产 优质饲料蛋白质的新途径 这项研究的成功可以实现减排二氧化碳2.5亿吨 节省耕地10亿亩 以平均亩产大豆300经济 这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是巨大的好消息 尤其是在对大豆种植生产上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能都知道 中国作为世界饲料生产和消费大国 此次能实现以自主创新研发新型非粮蛋白质 降低和逐步替代对大豆蛋白的依赖 都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作为世界饲料生产和消费大国 对私用蛋白原料对外依存度有多么高 中国连续多年产联全球饲料产量第一的宝座 伴随着中国饲料行业的快速崛起 中国以及全球的私用蛋白原料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私用蛋白原料已经从上世纪的自给自足 转为目前的基本依赖进口 而且这种依赖程度逐渐加强 并且从整体供应情况来看 世界饲料蛋白原料产量仍可以保证饲料工业增长的需求 并处于供应越大于需求的局面 但不同的地区产需差异较大 自2000年以后 中国自产蛋白原料产量增长几乎停滞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蛋白原料来满足国内需求 随即成为世界蛋白原料价格的宠儿 纷纷转向中国市场 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随着中国蛋白原料市场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 刺激了国际蛋白原料需求的增长 另一方面 全球蛋白原料的价格 也被中国如此大的需求拉升到 其他原料都无法企及的位置 都纷纷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所以中国的私用蛋白原料对外依存度 长期保持在80%以上 这也加大了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 对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把握 纷纷抓住向中国出口私用蛋白原料的机会 且有的国家还控制原料的价格 使中国这一块被他们严重卡脖子 又不得不去答应他们的价格要求 去进口四印蛋白原料 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这一块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必须要看国际社会各国的脸色 从而面临着巨大的进口压力 其次我们再看看中国对大豆进口的依赖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大豆起源的国家 并且中国大豆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豆还是如此的依赖进口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都是居于世界首位 但是因为产品缺乏全球竞争力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加上美欧的A、B、C、D自打粮商盯上了中国 控制者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价格和中国的大豆市场 并且加上在1994年 美国成功研制出了转基因大豆 这让美国大豆的产量暴涨 同时加上美国投入巨额进行种植补贴 最终市面上的美国大豆成本只有中国大豆成本的50% 这就更加地导致中国的豆农陷入绝境 迫于现实的无奈也只能种植转基因大豆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对此也是完全视而不见 但是中国在大豆的进口上 一直是处于被美国卡脖子的状态 对此也只能是无计可施 所以从1996年开始 中国便由大豆进出口国变成了大豆进口国 这也就使得中国对大豆的进口依赖度达到了90% 中国从曾经的大豆出口大国 变成了如今最大的进口大国 并且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对大豆的需求快速增加 国产需求缺口不断扩大 进口量也逐年增加 中国目前大豆总产居于世界第四位 种植面积居第五位 而大豆主要用途就是作为猪饲料 中国又是最大的猪肉消费国 一旦大豆供应出现问题 紧接而来的便是全国的猪肉荒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将造成影响 所以现在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这对于碳中和缓解大豆进口依赖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有人称 这一举动为25年前被美国打垮了的中国大豆报酬 而且中国现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已经实现了产业化 并且能达到万吨级的产能 这将对减缓大豆的进口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为中国近年进口大豆近1亿吨 而且中国的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 因为美国拥有大豆价格的绝对控制权 所以这一科研成果的实现 对中国突破美国对大豆出口这一个领域的绝对控制权 有重要的意义 也将会有利于中国减少对大豆出口的依赖 实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能够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这也对弥补中国农业短板 及对促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巨大的节省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也给国际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力量